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,在2022年加拿大的耕地面积大约为676万6千公顷。 加拿大的土壤种类非常多样化,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地形地貌复杂,气候各异,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。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加拿大土壤类型。 褐色森林土,在加拿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森林地带很常见,具有高度的肥力和有机质含量。 黑色土,也称为草地土,主要分布在加拿大的草原地带因为这里土层较深,通透性好适宜农作物的生长。 红壤,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平原地区和卡尔加里附近,颜色呈现红色或者棕红色肥力较高。 盐字土,主要分布在加拿大西部,由于气候干旱和水分含盐量高,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不适合农业生产。 冻土,也称为永久冻土,分布在加拿大北部的寒带地区。 永久冻土是指在地表下50厘米,以上的土壤始终处于冻结状态,不适宜农业生产。 土地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,它是自然界中最宝贵的资源之一。 无论是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还是人类,都需要土地来生存和发展。 土地不仅是生物的生存支援,也是自然界中各种生态系统的基础。 从原始森林到广袤的草原,从蓝色的海洋到沙漠。 土地提供了所有生命所需的空间、食物和水资源。 更为重要的是,土地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。 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工业。 城市建设都需要土地作为基础设施。 没有土地就没有农田、森林、城市和道路。 人类社会也无法发展和繁荣。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, 土地资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 过度的采矿工业化污染、过度开垦等。 放牧等活动都在不断地破坏土地的生态系统。 这不仅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, 还会引起土地退化、沙漠化和水资源的短缺。 同时,土地的过度利用还会导致自然灾害, 如土地滑坡、洪水、旱灾等。 因此,保护土地资源是人类的重要使命。 我们需要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利用土地, 保护土地的生态系统, 避免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等行为。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土地, 包括种植树木推广生态农业, 提高工业的环保标准, 改善城市化进程等等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, 让人类和其他生物都能够在,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存和发展。 土壤是土地的组成部分, 可种植土壤更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资源之一。 但在当今的农业生产中, 土壤流失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土壤流失是指在农业生产或其他人类活动中, 土壤表层被侵蚀或移除, 使其无法再支持植被和农作物生长。 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农业生产损失, 还会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。 以下是造成土壤流失的一些原因。 当雨水或灌溉水流经未保护的土地时, 水流将带走大量的土壤。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缺乏植被覆盖。 土地上施加了过度的耕作和离田的情况下, 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如过度放木采伐和碳框, 都可能导致土壤的流失。 当大雨或洪水来临时往往会带走大量的土壤。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缺乏植被的保护, 以及水土保持错失的地区, 地形的陡峭也会影响土壤的流失。 在坡度较大的地区, 土壤流失的风险更高。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降雨更加不规则, 从而增加土壤流失的风险。 为了减少土壤流失的风险, 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水土保持错失, 如植被覆盖保护地形, 控制土地使用和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等。 通过这些错失, 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流失, 保护我们的土地和环境, 以成为我们的使命。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这些了, 一键三连走一波。 请点赞订阅加小铃铛。 感谢您的收看, 谢谢您的支持。